无论古今中外部分阶层 人人都得去光顾的行业就属理法师了 日前在嘉义市法裔造型职业工会的联合成立大会上 特地展出百年法裔的演变过程 让人大开眼界 理法后涛耳的生动模样 这可是古早时期的塑像陶瓷 从清朝到明初 这些都是由台南吴藏苑先生所提供的法裔资料 从百年历史的理法艺 清朝的剃刀 进步到现在各种新研发出的美法用品 科技检测法质 头皮SPA 每一个环节都看得出实弹的眼镜和技术的提升 经济不景气 有了这一技之长 也许还可不受失业之苦 与消费者贴身互动 几乎可以被称为永不落日的理法行业 走过时代 点点滴滴 仍然都是上机 新唐人家的电视 罗金星 苏武兄 他们家一采盲报道